他不是奥利给他叫老雷 桑海里今年四十出头 六年前他和家人朋友自驾游来到了泰国 在这度了个长假 觉得这的别墅公寓不错 就各买了一打 本来是想炒房的 后来这房子没升值 还不好出手 这不栽了跟头 活该 关于这买房跳坑的故事 我们专门做过一个系列 视频链接放在评论区 各位看官可以去瞅瞅 别墅公寓要卖只能贱卖 这投进去的钱付诸东流 多少钱 当时买了多少钱别墅 我当时买七七八八三百多万 现在要是谁出我两百多万我就卖了 自住的角度来考证 住着还是不错的 你想投资啊 或者说是带点炒房性质的 想过个几年 搬个多少倍的话 那还是不推荐 因为进了坑 老雷选择在坑里奋力自救 把公寓别墅变成了民宿 还把钱继续往里投 把店开到了日本 新加坡 新西兰和澳洲 这老哥啊 之前可不是酒店专业科班 活生生把自己逼成了酒店老板 没办法得自救啊 这两年老雷的几个酒店 民宿运营的还算风生垂起 一年净利润也能有小两百万 可今年碰上新冠肺炎疫情 歇财 还好啊 他没外债 光这一个月的话 就四百万的现金 以为是没有了 生活在当下 就要坚持 你做那么多年生意 生意赚了多少 亏了多少 赚了呀 赚了也没多少 赚了也就是几千万 亏了钱还那么开心 看来这底子厚啊 必须要来拔一拔他的过去 我们留学的真相 最早认识老雷是三年前 我们来泰国普吉岛团建 住的就是老雷的别墅 网上订的 老雷亲自给我们开的门 我们一开始以为啊 他就是一管家或是野导游 后来一聊才知道啊 人家是老管啊 手下有一百多号员工呢 他那伙儿已经在做酒店民宿了 那时的老雷是又白又胖 比现在又黑又瘦的他 胖了二十斤 当时我们还采访了他 因为原先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也是打算 就是去国外去读书的 当时因为我两个小孩 有一个小孩就是 准备到美国去生的嘛 一切的功课做完了之后 发现第一有时差问题 第二和社会融入问题 在自家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就是泰国这个国家 跟我们中国时差 只有一小时 比较适合小孩在这里过渡一下 那会儿正是老雷的人生巅峰 全球旅行 吃吃喝喝 玩摄影 学赛车这样的生活 过了四年 直到最后一战 来到泰国 后来的故事 刚才已经说了 对于老雷 我们有很多好奇 对我来说 好奇心更大 总结起来有三点 首先 你这又买别墅 又买酒店 第一桶金从哪来的 买了这么多别墅和公寓 哪来这么多钱 你富二代吗你 不是富二代 以前在上海那边 像我们做工程 做材料 做一些这种配套设施 包括做工程管理 挣了一点小钱 我很早就创业 什么时候创业的 凌三年 做什么 那是我们做工程 想基本上国内的大的开发商 反正能说得上的 我们都供应过 创业当时是家里给的钱 没有 最早的是把我自己的一套房子给卖了 变了线 上海的房子 上海的 那卖不少钱 也没有 那个时候二十来万 二十来万 对 二十来万 零三年 对 小套了 小房子 三十万不到 公司小 夫妻档 最大的时候做什么规模 最大的时候 最大的也是七八十了 后来为什么结三条了 不做了 也发现太累了 规模大的 反正没有以前小的时候挣钱 那会赚了不少钱 也不是特别多 相对 但现在看来还是那回的全好证 哪个大学毕业的 同济 同济大学毕业的 对 上海同济大学 对 同步工程系 爱我去名牌大学 强势专业啥 我还有第二个好奇 这不是酒店专业出身 没管过酒店民宿 平时也很少来打理他的酒店民宿 老雷完全一个甩手掌柜 我看你整天玩手机 也不管你公司 管理 手机就管理的 你 你都不很越广 像我们所有的渠道占比 你们公司员工呢 看不到他们人 看不到 对 像我们澳洲新西兰 马来西亚 每天都有报本 月报周报 他们人在哪 人都在每个地方 在日本 不在泰国 澳洲西典不在那 泰国是泰国的地 怪不得你们每天报个小手机呢 我女儿说对 人家问我 问他那是爸爸什么工作的 他说我爸爸是手机操控员 九阶为什么会开在这个 好像看上去低段非常偏僻的 这么一个小路里 闹中取经的一个地方 最核心的位置的话 你像巴东啊 一阶二阶三阶 它的价格都非常高 所以我们是在二阶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 往左边走 往左边走 五分钟到江西了 然后三分钟到巴东海滩 你们快去九阶门口 还有一个萌道 对吧 然后还中了一排这个花花草草 然后而且非常干净 你像那个员工都可以就是 脱鞋的 脱鞋 那脱鞋里面打扫的心上 换句话说的话 那可能是我们酒店小 大酒店可能还这么打扫 打扫不起来 但我感觉你就跟一个 就是一个摔手掌柜一样的 然后也不来管 然后也不担心 那种方式也对啊 那种方法可能就是 你守着一个店 靠自己勤勤勤勤地做很多东西 那叫做生意 其实我感觉那是做生意 那我现在自己做成了一个 小小的品牌的连锁 我可能是在做的一个模式 因地之宜 每个国家的项目 每个国家的人员开销 每个国家的 就是所有当地的政府政策 财税法都有研究的 如果把国内的那一套 搬到国外来 那就一个字肯定是死 如果你把酒馆公司 非常专业的东西 搬到海外来 那也是死 旅游国家嘛 然后做了这么多年了 大大小小的旅馆 就是再小的 他见到你都会说英文 然后跟你打招 我说你好 在这种服务业 非常发达的国家来说 是一个基础的 很多东西不用说他都知道 我们也有蜜月房 客人余电的时候 会赏它玫瑰花呀 会送你一个露珠水果呀 这些都是为了好评嘛 给你一个好评 你在线上的话 可能订单就会更多 最初的想法是 整个顶上上的这块 都是大涌池的 后来因为考虑 房间上的原因嘛 这样的话 下面会浪费 整个一层的房间 所以说就做了一个短的 但是还是不理想 你老板人怎么样 你老板人怎么样 傻叉 怎么认识你老板的 那时候有个群 我是来普及玩了 来普及玩了 然后收集一些资讯 太陌生了 那我老板 似乎算是虫叶子 卧底在这个群里 我在群里比较啰嗦 比较活跃 就跟他聊得挺好 经常聊话 算是面积 他要请我吃饭 但是每天带我出去吃饭 每天不一样 每天不成样 他跟我说多好多好 然后我是新来的 就觉得说 诶 试过错 第三个好奇 老雷 你那二十斤 是咋剪下去的 老雷和我说 是天天健身房 日日吃酥粮 我觉得吧 最主要还是因为 他这两年亏钱了 只处不尽 用健身来麻痹自己 老雷 这个典型的生意人 接触一段时间 你发现 他烟酒不沾 不好色 不赌博 整天就想着 怎么挣钱 我们留学的真相 海外小分队 在泰国期间 近距离观察老雷 他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 晚上一两点睡 早上六点几 蹲完坑 洗完澡 去健身房 玩事再洗个澡 下午晃荡晃荡到他的酒店 就开始刷手机 打几个工作电话 傍晚再去跑个步 回家继续刷手机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他的酒店民宿 离海都很近 可他很少去海边 我其实我不喜欢海 我觉得海水捏捏的 沙子捏捏的 那种感觉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有疾病 喜欢用水冲来冲去 所以偶尔去一下 几乎不去 咋练容起来了 我属于睡眠质量 亏钱看这个事情 对 没法看 如果能看清楚 就不会亏了 听着了吧 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在吹牛逼 不过生意人嘛 偷奸耍滑 都放在面子上也好 真小人胜过伪君子 老雷 该有的都有了 钱也赚到了 家里有贤妻 照顾一双儿女 也该知足了吧 你卖鞋跑 流血的真相 出国必看 吃饭了 糟荷